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下午,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近期,阿富汗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国际形势、地区格局和安全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阿富汗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实现局势软着陆,是全体阿富汗人民的紧急要务,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也需要密切关注。 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都是阿富汗近邻,大家是命运共同体,也是安全共同体。 关键时刻应该共同发挥作用,共同维护比金字还珍贵的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 我们要在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前提下,协助贯彻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基本原则,让阿富汗各族人民自主掌握国家前途命运。 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要发挥好两组织成员国独特优势和各自影响,坚持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大方向,推动阿富汗止乱回稳,走上和平重建道路,最终实现本地区普遍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持久安全。 习近平提出三点意见建议。 第一,推动阿富汗局势尽快平稳过渡。 支持阿富汗国内各方通过对话协商,早日达成包容性政治安排。 要继续关注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动向,敦促阿富汗有关方面开展坚决打击,采用标本监制方法予以彻底根除,防止聚首阿富汗的恐怖势力为或四方。 第二,同阿富汗开展接触对话。 从理性务实角度出发,同阿富汗各方展开互动,引导推动阿富汗新的政权架构更加开放包容,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友好相处。 第三,帮助阿富汗人民渡过难关。 要及时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和抗议支持,帮助阿富汗人。 民书优解困。 中方已宣布尽快发现一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持续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 作为阿富汗困难局面的始作俑者,某些国家更应该吸取既往教训,对阿富汗未来发展承担应尽责任。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方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携手努力,支持阿富汗人民走向光明未来,维护本地区持久和平和安宁。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主持峰会,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纪约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伊朗总统莱西与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以视频方式出席峰会。 俄罗斯坦总统扎席峰会。